这个乙骑让在外面大家来揣测来揣测去 所以早点公布这个状况 走私烟闭案烧到华航 交通部次长王国才亲自到华航了解全案 开了近三个小时的会议 终于把近六年出访走私烟的数量给算出来 不仅这次出访有九千多条 上一次的海洋民主之旅也高达六千条 而马总统时代也少不了 光是这六年就有三万五千条烟 更之前的记录 华航则宣称因为2013年更换电脑系统 资料库内已经找不到 华航不应该成为政党的竞软 也不应该为政治服务而失去了专业 华航放行国安局官员违法大量订购免税烟 国民党立委直指就是因为华航内部一片绿油油 尤其这次事件华航初步的陈储名单 空品处副总邱章信只计大过一次 另外两位空品处协理则是继小过两次 负责这次出访的华航资深副总罗亚美 则没在名单里 传出连交通部都不接受 既大过一次就跟前几天调查局转传所谓认为被认为假讯息的副署长 一样一个大过 符合比例原则吗 我个人认为国安单位及华航最高主管应该先下台执写 之后司法再往上往前追溯 依法办理误网误众 为了厘清订购免税烟的流程 新北市调查处也约谈一名华航职员道案 事件越演越烈 华航25日下午5点前也要召开记者会说明 就看到时能不能止血 黄云新闻 陈信燕 黄云成 台北报道